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股至今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只是对于不了解命理风水学的人来说 却不知道开运饰品是因人而异的 必须选对了才能起到好的作用 否则不但不能忘运 反而容易招来厄运 下面便向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开运饰品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佩戴的风水事物 一 选择佩戴的风水事物禁忌 一 佩戴吉祥物颜色与命格需相符 吉祥用品的颜色需要命主生辰八字 洗用的五行 最起码避开八字所记的五行 五行所对应的颜色分别是 一 火对应红色 紫色 二 木对应绿色 浅蓝 三 水对应黑色 深蓝 四 金对应白色 金色 五 土对应黄色 灰色 比如命主八字 洗金 水记火 吉祥用品的颜色用白色或黑色 切记使用红色 二 佩戴吉祥物材质要与八字合 吉祥用品的材质要与命主生辰八字只 用神的五行一致 一 命具用神为木 吉祥用品材质易竹 木质类制品 二 命具用神为水 吉祥用品材质易水晶等制品 三 命具用神为金 吉祥用品材质易金属类制品 四 命具用神为土 吉祥用品材质易玉石等制品 五 命具用神为火 吉祥用品易电子类产品 三 佩戴吉祥物的图案 即沙涕显露 一 吉祥用品上的图案 切记猙獰 凶残 杀气腾腾 比如白骨 利刃等之类 二 有神佛图案的吉祥饰品 最适宜虔诚的信徒佩戴 但无论是谁佩戴 都需要了解佩戴神佛的功用 及其相关禁忌 若犯禁忌恐反生不利 三 吉祥饰品图案是生效 山水花鸟等 图案的主体五行 需要与命主八字使用一致 切记是命主八字所记的五行 四 佩戴吉祥物 饰品前需要净化 风水吉祥饰品 在佩戴前一般都需要净化处理 以确保其气场能量的纯正 净化方法有很多种 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第一步是用清水清洗后晾干 此为洗礼 第二步用檀香熏一下 此为火域 经过净化的吉祥饰品 会更有灵性 五 佩戴风水吉祥物 须则吉 催急之道讲究的是人 事 物 时 空的密切协调配合 因此佩戴吉祥饰品 是要想起的 显示强大的功效 务必选择吉日吉时 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 吉时 吉日 佩戴吉祥饰品才会大吉大利 二 根据需求选择佩戴风水吉祥物 不同的风水吉祥开运饰品 具有不同的作用 在选择时 要考虑到自身的实际需求 这样才更有针对性 效果才会更好 通常情况下 一 流年望运驱邪的吉祥饰品 黑卓石吊坠 白水金手链 观音吊坠 葫芦挂架 龙凤挂架 五地铜钱挂架 五福临门 持剑等等 二 招财望财的吉祥饰品 皮修挂剑 黄水金手链 金蝉挂剑等等 三 立官运望事业的吉祥物饰品 步步高升黑药文言石 红花梨吉祥如意福福 秀玉望官运皮修挂剑等 四 立学月祝考运的吉祥饰品 文昌塔 文昌笔 文殊菩萨吊坠 挂剑的 五 保平安 立健康的饰品 水金葫芦 红酸枝 酒龙如意 红花冰玉石 碎碎平安等 六 翠英元望桃花的饰品 草莓金水炼 芙蓉金狐力吊坠 粉金平修等 七 开车的朋友可选择的饰品 黑药石 六四真盐平安车挂 酸汁 辟邪 保平安观音 桃木龙凤城祥挂件 天然白水晶葫芦等 三 根据自己的命理洗剂选择 明确了自己的需求之后 在选择具体的饰品的材质 颜色 图案时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八字洗剂来确定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一 如何选择饰品的材质 吉祥饰品的材质确定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材质在整个饰品中产生的能量 发挥的作用最大 在选择提强饰品的材质时 要与命主八字制用神的五行一致 比如 一 命局用神为木 则饰品的材质 亦选择竹木类制品 二 命局用神为水 则饰品的材质 亦为水晶为主 三 命局用神为金 则饰品的材质亦金属 四 命局用神为土 则亦选择玉石类 五 命局用神为火 则饰品材质亦玛瑙 戴帽类为主 二 如何选择饰品的颜色 吉祥饰品之颜色 所产生的能量 发挥的作用 仅次于材质 因此也不容小觑 在选择时 也要根据自身八字的喜记 最好是八字之喜用的五行颜色 不可选择八字所计五行之颜色 五行所对应的颜色分别为 一 五行火对应红色 紫色 二 五行木对应绿色 浅蓝 三 五行水对应黑色 深蓝 四 五行金对应金色 白色 五 五行土对应黄色 灰色等 比如命主生神八字中 洗精水而济火 则其吉祥用品的颜色 应用白色 深蓝色或黑色 切记使用红色和紫色 三 如何选择饰品的图案 吉祥的饰品的图案 切记面目猙獰 凶残 煞气腾腾 比如白骨利刃等 如选择神福的图案时 一定要心存敬意 在夫妻同房时要摘下饰品 否则反会生出不利命主之煞气 如果吉祥饰品的图案是生肖 山水 花鸟等的则图案的主体五行需要 与命主生神八字之喜用五行一致 切记使命主生神八字中所记之五行 另外 每个生肖都有与之相冲的动物图案 也需要注意避免 如生肖鼠鼠的人 即会选择马型图案 生肖鼠牛的人 即选择羊型图案 生肖鼠虎的人 即会选择猴型图案 生肖鼠兔的人 即会选择鸡型图案 生肖鼠龙的人 即会选择狗型图案 生肖鼠蛇的人 即会选择猪型图案 生肖鼠马的人 即会选择鼠型图案 生肖鼠羊的即会选择牛型图案 生肖鼠猴的即会选择虎型图案 生肖鼠鸡的即会选择兔型图案 生肖鼠狗的即会选择龙型图案 生肖鼠猪的即会选择蛇型图案 生肖食品附近要将搭 此一般指极强食品上的装饰物 包括镶嵌制物 吊带等 其材质 颜色 形态等 所寄之五行 而需要与命主生肖八字之所洗五行相同 此 佩戴妄运饰品的注意事项 以吉祥饰品前代钱要进化 吉祥饰品在佩戴前 一般都要进行进化处理 以确保其气场能量的纯正 其进化方法有很多种 一般可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用净水洗净后晾干 此为洗礼 第二不用谭香熏一下 此为火玉 经过洗礼火玉进化处理的吉祥饰品 将会更有灵性 更有效果 二 吉祥饰品佩戴需及时 推积之道 无非讲究的是人 事 物 时 空 高度的充分的密切的几条配合 因此佩戴吉祥饰品时 务必选择即日及时佩戴 所谓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 即日及时佩戴吉祥饰品才会大吉大利 提醒 吉祥妄运事物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最主要的还是不断修正 自身的品性和行为 修心养性 归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自有善报 自有好运 而对于那些品行恶劣 不明是非之人 即使请了再好的吉祥物 如果不改恶同善 也不能保佑其平安无事 正所谓天必又善 客厅摆放风水有哪些吉祥物事物 吉祥事物一 书画 客厅的吉祥书画 对弹政家居气色 营造富贵气味 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将吉祥书画作为家中的中堂 吊挂于客厅 以求锦上添花 望上嘉望 是良好家居的面具方法之一 家居的吉祥书画 是指记忆吉利与住院的书画 象征荣华宝贵的牡丹画 象征年年有余的莲花锦里图 象征健康长寿的松鹤岩年图 象征浮沸水存的流云百富图等 家中挂画 应以光明正大的内容为宜 避免孤雾之物 如有山水画挂在厅堂上 要观其水势向屋内流 不可向外流 因隐士丁水管材 水流入境材 水垂心千寺 除为丧材 风水经浪物有哪些呢 以五地鼓前出入平安 兴致为化煞党灾 用法有三 一放在门口地上 用以对付开门建楼梯 或建电梯之开赫 二放在大门右侧 用线线挂串上挂起 克防家中女性口舌过重 凡是家中女性遭炒军口挂之 将一创五地鼓前放在枕头底下 保夫妻关系良好 二 金岩宝聚宝盆 以生财旺财为主 在风水上经常用聚宝盆来放大财气 像东北方可以摆放聚宝盆 加硬币来放大财源 聚拢财气 但不宜加水 因为东北方不宜有水 在旺财官方 西南方 摆放聚宝盆 加水加硬币 可以聚财纳福 且到催旺作用 三 同狮子 其性之为化煞党灾 招财风水即将勿有哪些 招财风水即将勿有 一 皮羞古代的一种味寿 风水上最起的催财用具 同质或预质地放在室内 能起运财心 发负速度最快 二 水晶 天然水晶具有很强的磁场 将其放在室内 极位也可忘财 三 招财动物的摆放 脚金蝉 龙龟 麒麟 五地钱等用具 放鱼即位也可忘财 四 风水轮 五 雾化盆景 六 鱼缸养鱼 也叫风水鱼 鱼的数目选 一 四 六 八 九条 颜色选黑 白 金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经历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